公颈癌 最常见的是阴道不规则出血 这是公颈癌最常见的表现 在公颈癌患者中 81.4%有阴道出血 尤其是绝经后出血 更应该及早检查 以防延误病情 第二个就是白带增多 这也是公颈癌最常见的表现 公颈癌患者中 82%的患者 有不同情况和不同程度的白带增多 由于肿瘤的坏死 感染 阴道排污就具有特殊的臭味 这也是一个它的主要特点 第三个就是压迫症状 疼痛是最常见的压迫症状之一 癌寝肌公旁组织 最初只有脏感 而后动痛 即累积抚膜的时候有剧痛 癌寝肌盆壁后 进而压迫或侵犯神经干 这时可以引起断续性的腰痛 后围持续性 向下肢放散性疼痛 癌压迫或侵犯输尿管 引起剩余积水 可能腰部动痛 第四个就是全身症状 早期一般没有明显的全身症状 但是到了晚期 除激发的出现全身症状外 还可以出现体温增高 或者是恶液质